欢迎中华民国双十国庆 驻纽约办事处举办酒会活动 配合防疫规定仅邀请20位嘉宾 包含六国友邦代表 及纽约州参议员刘成毅 市议员沪雅明等人 酒会上全程得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驻纽约办事处长李光璋 这次是提到 过去几个月国际社会见证台湾 成功守住疫情 同时也援助各国 希望能争取参与 11月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 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 台湾是一個領域的國家 台湾的領域 甚至是一開始 她的領域 在領域的領域行動 會幫助領域的領域 更好 活動現場也播放旅美攝影藝術家 廖建行作品 與朱宗慶打擊樂團防疫之歌 用影像和樂章替活動增色 最後在全體高海中華民國 生日快樂下順利落幕